親愛的阿發夫神 今天是復活節過後第一個主日 我們感謝上帝 你的保險 為我們的罪遮蓋了 我們感謝上帝 你的復活 讓我們會永生有看望 當今社會亂象 不斷發生事件 求上帝能夠安定我們的心 不管我們過行過過或做過的事 不管在哪裡 你的聖靈永遠與我們同在 我們即將開始我們今天的聚會 求阿發夫神聖靈 降臨在我們花育堂這個地方 讓每位弟兄能夠感受到 阿發夫神 您當你的愛 孩子這麼禱告 施奉耶穌基督之聖尊名求 Amen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念七到五 來 大家開口一起念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職業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利用的飲食 僅僅是給我們 連我們得在 如同我們連人得在 不叫我們遇見事態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 權力 同樣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Amen 然後今天我們要分享的聖經章節是 出埃及記第二十章一到六節 那我現在我來念 大家注意聽 第二十章第一節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 維努之家旅出來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麼形象 仿佛上天下彼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貴拜那些象 也不可侍奉他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 是祭賢的神 看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 致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見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千代 這是關於十節裡面的前兩節 那我們接下來把我們時間 交給我們的千惠牧師 他今天要講到的主題是 敬拜天賦 師典祖先 孝順父母 我先不跳 再說 孝順